我們來看這個柯文哲的他的這個眼神 他是符矣的 他是有時候 又變成他是 很深層的 定了一個位置 所以這個眼神來講 如果定得很嚴重的時候 這個叫 沉浮很深 他現在想著我們 深不可測 我們沒辦法知道 然後呢 有時候講錯話的時候 就別人拿他沒皮條 他實在 因為他這個動作來講 實在是我們講的 長得無法理解 我們這個選舉的時候 這個法令文 我們剛才講到這個很重要 農需 這叫農秋 那今年他是65歲 65歲農秋在這裡 那其實我早就說 今年他也不會選上 為什麼 因為他的法令文這邊 農秋在這裡 他有所謂的類似疤痕 那問題就來了 就是說 你到2028年的時候 他現在一直在培養這些小草 甚至他的 文匠 就是所謂的黃珊珊 武匠 就是那個黃國昌 其實他這兩個 是他很大的一個助力 問題是 他的農需 還是有疤痕 所以他要選的時候 是69歲 69歲的時候 就剛好還是在這個位置 所以 2028 所以我們要看看柯文哲的天庭蓋 是不是有生豬 生豬雖然都沒問題 所以我們要請楊德康大師來講一下 柯文哲到底是對生豬 黑白講話都過關 這次居然拿到了300多萬票 看一下他的面相 接下來 剛剛苦林有點喪氣 小草會長大 小草長大之後都是他的投票部隊 所以柯文哲的票 真的會只有越來越多嗎 我們來看柯文哲的他的眼神 他是浮移的 他是有時候又變成他是很深層的 就是定了一個位置 我們講到這個很重要 龍虛 這叫龍秋 那今年他是65歲 65歲龍秋在這裡 那其實我早就說 今年他也不會選上 為什麼 因為他的法令文這邊 龍秋這裡 有所謂的類似疤痕 那問題就來了 就是說 你到2028年的時候 他現在一直在培養這些小草 甚至他的文匠 就是所謂的黃珊珊 武匠 就是黃國昌 其實他這兩個是他很大的一個助力 問題是 他的龍虛還是有疤痕 所以他要選的時候是69歲 69歲的時候 剛好還是在這個位置 所以2028還是沒有柯辟的份 另外 就是桂林公這個讚 直言不聞就對了 聽到送 這個真的是相由心聲 所以在柯文哲的部分 的這個相 用這樣來論 所以你覺得柯文哲 2028是沒有機會的 2028是沒有機會的 那黃國昌有機會當 首長 這個縣市首長嗎 他現在 他這個黃國昌他是有機會出來選 縣市首長 但是要看跟誰來PK 不然他是有機會出來參選的 有機會出來參選 出來選跟選贏是兩件事 對 我也可以出來選 但是就是要看誰PK 如果那個因為他本身那個黃國昌他本身 其實他的眼神是太銳利了 所以人家說他是什麼 咆哮哥 咆哮哥對 所以你要知道他是台大法律系畢業 他的眼神很銳利 所以這個在整個我們講的這個選舉的時候 他是有爆發力的 所以只要選對地方來選縣市長 他是有可能選上的 你看這個農手會做留意嗎 這位的農手 農手好之外 他的連這一個我們講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法令文也漂亮 有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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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 他的鼻子很漂亮 你鼻子很美是不是 所以這個就是剛好我們講的 就是他現在的運就在這裡 所以這個選立委 稍微再調整一下 就能夠選得上 新北市場 大家現在就開始緊張了對不對 對 然後就有人說這個新北 如果黃國昌真的下去選的話 那蘇巧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因為還有 增添很多變數 沒有因為黃國昌在新北 大概都是空氣票 因為他個人的朗園是新北不好 他才是實際朗園就不好 他連戲子都不敢選了 叫賴平穎去選了 他那個拉票的那個方式 都是去用貪圈 要選舉的人 要求票 去菜市那裡 那種出色 這個學不來的 所以黃國昌 人家可能就在新北的這種 譬如說比較大的都會 譬如說幫救 新增 這個地方 票很多 然後大的都會 然後年紀比較輕的 這種黃國昌是有吸引力的 可是喔 其他的這個地方 譬如說什麼三個 這種就很難 所以現在的局勢 看起來就是說 如果這個國民黨跟民進黨的 這兩個的實力很接近 黃國昌就會選 那如果有一個人特別高 黃國昌就不會選 黃國昌他進來選就是為了要 展現他的這個 這個這個關鍵的那個槓桿 而且對民眾黨 我跟你講黃國昌跟民眾黨 他們不是一起的 黃國昌他也不一定會 構民眾黨的議員 黃國昌他參加民眾黨時候 有簽一個條約 他不管黨務 他要管理議員幾個 叫我什麼關係 他是為了他自己 他跟柯文哲簽的合約是這樣 所以你說要黃國昌去 帶民眾黨的市議員 對黃國昌個人來說 那不是他的任務 他不像蔡秘魯 蔡秘魯可能會帶議員 可是對黃國昌來說 他自己的生存比較重要 所以接下來 什麼 立委當兩年這件事情 搞不好在黃國昌的身上 還有變數 還有變數 黃國昌有那個 納稀色施症候群 納稀色施就是水鮮花 納稀色施 對就是自戀 他基本上黃國昌 就只愛自己的人 他看誰都看不起 看誰都不愛這樣子 他這世界上 什麼人都不怕 只怕王毅川 看到他就轉彎 頭就撇過去 所以你就不用他 所以他會做出什麼事情來 他只會想到 他自己最大的利益 所以到時候就是說 我能去 所以剛剛阿川講的 我能夠造成攪局者 我就會去攪局 這個人跟柯文哲 有契合的一點 這兩個都一樣 就成事不足 敗事有 專門在亂的 可是他話講的很那個 他說六都都要有人去選 六都都要有人去選的話 他一定得要新北或台北選一區 不然他話講在前頭 他後面沒有選 他說有人要去選 又沒有說我要去選 對啊 可是不要忘了喔 之前他有跟柯文哲約定 黃國昌跟柯文哲約定說 黃國昌不管黨務 對啊 所以他現在講的是 黨務說誰誰要去選 不管黨務你為什麼要講 應該有人去選 現在民眾黨的布局 已經很多人在討論了嘛 黃珊珊他在選台北 或者是他們兩個會調換 目前可能會怎麼安排 我覺得現在看一切都還太早 因為國昌老師習慣說 要到選舉禁了才會做決定 我覺得國昌老師這樣叫四個字 太麻煩了 太麻煩 我們現在都簡單叫他老昌 咆哮哥啦 老王老張老昌 我們現在叫他白昌魚 過年要吃白昌魚 白色的力量 黃國昌加上韓國魚 白昌魚 他之前戲子要不要連任 其實他也是思考到非常逼近選舉 才決定他不要連任 那如果說連你自己的選區 要不要連任都要拖到這麼晚 那更何況是 你沒選過的選區 你要不要選 其實我覺得他是會等到 甚至藍綠的候選人都出爐之後 他們才會開始真正認真的 在鋪排說誰要選哪裡 那在此之前呢 在此之前他一定全部釋出說 都不排除 都有可能性 柯P叫我去哪裡 我就去哪裡 六都都要提 甚至非六都的 不管是這個基隆市 還是嘉義市 通通都要提 為什麼 因為他才能夠持續的保溫 就像是立法院長選舉 其實有些人說 他們早就決定要推自己人了 有些人說 沒有他們是在最後才決定 但不論是哪一個版本 頭前一輪都假的 就說我出考題 我擺雷台比武招親 那你們來 哇打了頭破血流 打得好好看喔 最後來宣布說 原來小姐已經本身就有未婚夫 前面那個是 最大要賺取新聞聲量 那縣市長我跟各位保證 到2026之前 你一定會不斷的聽到 他們也樂於回答這樣的問題 而且他不講的話 這個國民黨永遠盲刺在背 對不對 對 國民黨那些要選的人 要選的人都一定要去跟國常委員 跟柯文哲當好朋友 像洪孟凱 他一定非常尊重國常委員 對不對 真的 國常老師今天有什麼樣的事情 要來交流 都很尊重 因為到時候可能他選新北市 跟那個月圓志一樣 月圓志選前對民眾黨很好 都不罵柯文哲 選後馬上罵柯文哲 所以他們一定要把他冒到 因為他在2026有沒有 然後說江啟成副院長 看到民眾黨都說 雖然你們這八席 涉嫌這個可能一票二賣 但是我還是對你畢恭畢敬 因為我不知道你台中會推誰 柯志恩對不對 說未來如果說要選高雄 一定也是對於這個民眾黨 這八席敞開大門 不會不會不會 因為我們高雄就可以保證沒行 民眾黨選過高雄市的市長 四趴 叫什麼名字 沒有人知道 不是議政 算好的議員 柯文哲以非無下阿蒙 對不對 氣質不同 過往他在這個總統大選 在高雄也是開二十幾趴的票 對不對 二十幾趴 打對折還有十趴 如果說他是派他旗下的戰將型 對不對 包括這個蔡壁如 包括黃國昌 包括黃珊珊 蔡壁如 不要以為黃珊珊不會安排到你 蔡壁如不是加入國民黨的 還沒 至少我們錄影的時候都沒有 那個理想上 那個現實很骨感 八席立委說六都都要派人選 除了黃珊珊跟黃國昌 要不是陳昭之投廢票 大家還忘記他的名字 那你選議員都可能不上不了 何況是選縣市長 所以我覺得還是集中在黃珊珊跟黃國昌 而黃珊珊跟黃國昌 他會跟藍白換 再一次藍白和 你蔣萬安要選連任對不對 我黃珊珊可能威脅你蔣萬安吧 那不然讓你蔣萬安連任 但是你新北市長要支持黃國昌 這是柯文哲有可能接下來的佈局 而結果黃國昌不管如何一定會選 雖然黃國昌不能所謂幫其他的議員 但是柯文哲擅長打所謂不對稱作戰 我透過一個黃國昌 我拉高媒體的聲量 最終的結果最終的目的是要把 所謂的全國的媒體能量 去灌注到他們地方上面 掛民眾黨旗幟的這些議員 而這些議員對柯文哲來講 他在2028年如果每個縣市 他都形成黨團的話 他才有組織 他才可以繼續選他的2028年總統 其他人都是他的旗幟而已 所以他新北只要選上三席議員 太小看他了 他要透過黃國昌帶動全國的議員 都可以每一個縣市上三席 所以黃國昌會下來選 但是應該會給他代職 不然他一個人敵五個立法委員 沒有 不行他們不是都有簽了兩句 一切都是柯文哲可以改規則 柯文哲可以改遊戲規則 民眾黨哪有什麼規則 但民眾黨最大的問題就是 某某些民眾黨的議員辭職 黨團都滅了 然後大家就問說那些是誰 民眾黨中央委員幾個辭職 大家問說那些是誰 沒有人罷他 問題就是你沒有知名度 所以你這些人其實 都是只是要蹭民眾黨的人 並不是替民眾黨開僵僻土的人 而且你說什麼一千個里長 一百個議員 里長那麼好選 我跟你講里長是最難選的 哪一個里長不是盤根錯節 在地方上的關係勢力 你要靠空戰 你突然已經再放一千個也沒有用 對啊 里長比議員都難選 來 雙北的雙皇想要恐嚇國民黨 李佳凱才基本上不會參與 什麼 你台北沒有要領我 我黃國昌就要叫你選 算啊 算啊 國民黨就說選啊 拜託 拜託 拜託你 大家兼必親爺 如果黃國昌選 我問你黃國昌選 然後李佳凱那一區 民眾黨沒有提名 民眾黨沒有提名 那李佳凱要不要罵黃國昌 我們這次里委選去就回到這種 就是沒有提名 怎麼可以罵 而且像佳凱這種是複數選區 你們選既然的 那你要不要殺黃國昌 欸 造成國民黨選議員的嘛 左右為難 黨中央叫他殺 大家說這個為什麼要殺 我的支持者很多民眾黨的 所以我覺得到最後 國民黨的策略就是 根本就不要插民眾黨 那兩個都不要插他 什麼談判 兩區都不要去 因為你叫他談判 他叫你投入陰 你內閣有黨對黨談判嗎 你內閣不是要開大門走大陸 一定要擴大民意基礎 所以要來這個黨對黨談判嗎 人才是這樣 就是說要拚到這個 要做保證的時候 不會問他哪一個黨籍 這個就是超越黨派 柯文哲說一定要黨對黨談判 國民黨應該也是會要黨對黨談判 這個人材要來對不對 這個人材說 如果柯文哲這樣說 這樣說我就拿出民眾黨就好了 所以你們現在要各個擊破 什麼黨對黨 我五民眾黨五位 派一些阿薩布魯的來 我為了要給民眾黨五位 找一些不長進 我一定要把它收起來 我哪有可能 一定是先選到了這個人 然後這個人我不用問他什麼黨籍 你知道像我們內閣的部長 有幾個民進黨籍嗎 五個 小英認對這個很多 其他都不是民進黨的 明明一黨獨到還用那麼多 所以民進黨籍的 他們民進黨五個部長 其他都不是民進黨的 你還跟政務次長一堆 政務委員 我要說小英這八年 他們這個國員沒有問你什麼黨的 也不說因為你要參加入閣 所以叫你提出什麼黨 沒有啦 賴清德在說的是說 我要找你 但是我不會問你是什麼黨 所以沒有黨對黨談判這件事 你黨對黨就是說 要用佩儀的 要用佩儀的 國民黨派八個 民眾黨派五個 黨對黨只能用佩儀的嗎 這才叫黨對黨 你黨對黨本來就是要分 賴清德怎麼可能用這種 不能說 我就是要用賴湘麟做勞工部長 然後再去跟他黨對黨談 不是啦 我要用賴湘麟 賴湘麟玩他就好啊 對啊 賴湘麟就自己決定嘛 他就離開民眾黨就好了 就好像現在 蔡壁如要去做台中市的市府顧問 盧秀偉一定問蔡壁如你要不要嗎 蔡壁如你自己決定不要就算啊 所以 柯文哲的預言會實現 他說黃國昌要做法務部長 現在瓦解民眾黨最簡單的就是賴清德 不是就是新的隔魁 請黃國昌當法務部長 你看黃國昌答不答應 趙納不會快來我跟你講 權力是很可怕的 我有部長可以做 我還去當什麼咆哮艙 然後馬上這個 你的總招就沒了 我告訴你 然後做個一年就把它廢掉 這半年就可以廢了 我跟你說 這半年就廢了 保護部就要跑光 保護部底下的人都跑光了 這就是對敵人最好的方式 直接繞過來 你直接把人家說破了 現在這個戰術死不了了 建公司 賴清德這麼正直 不會幹這種事 對 所以大過年的對賴清德那個 有沒有什麼期許 沒有期許 就是我覺得現在就是說 要對人民講話 你現在只能爭取民意了 你現在已經沒有辦法 我覺得這是個好事 你以前有一點阿爸 說我要過就過了 現在說要爬成兄弟會累 你這個可以 所以你的考慮很重要 要做紅了解 戴哥說要做個行動不難 他必定把願了解 大家好 我是嘉義市長勇媽黃敏慧 新的一年就讓大家幸福平安 快樂龍中來 我是嘉義縣長翁張良 祝福大家龍來一轉 好運一整年 我是新竹縣長姚文科 祝福大家龍馬精神斬紅圖 幸福安康何家歡 永遠航台遠 奉養台家樂信仲言 共和樂聊 我是彰化縣長王惠美 龍騰銳氣 祝福大家好運龍中來 賞燈看花想美食 走春到彰化 幸福龍在家啦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